那天夜里我思念着告诉我宇宙真相的你 第八篇我想和你一起散步 这是一场让人印象深刻的演讲 所谓的印象深刻是在经过时间的洗礼下还能存留在脑海里的 让人能回想起的说得出对人影响或启发的 值得人一声记忆的我说的就是这样的意思 演讲的主题我已经不记得了主讲人是台大的张老师 虽然我们是商学院但演讲的内容却是围绕在科学 讲述多位科学家发明或发现物理与化学研究的过程 科学家努力不懈的精神日以继夜的实验 唯的并不是创造自己的财富或虚荣 更多的是满足人类的好奇心 创造出造福人群的伟大发明 然而瓶颈总是如影随形 而突破困境的场景通常出现在和我们所处一样的校园里 就在苦思不得其解的时候 从没想过获取灵感的共通点却是在脚下 靠着穿梭在校园大道上 那灵光一闪常常出现在散步的时光中 记得那天在生涯发展组的办公室里 你和我碰巧安排在同一个时间里值班 主任要我们把刚印好的校园刊物 分送到其他办公处室以及校园的几个地点 提供同学们免费索取阅读 我到学务处借了一辆推车 把刊物放在车上后 就和你一同前去发送 起初只听到推车所发出的滋滋声 送了几个地点后 我首先打破沉默 学姐 听说你是读经济学系的 经济学是在学什么呀 感觉一开口就把天聊死了 但你却很有耐心的帮我说明解释 听你这么说 经济学在商学的领域里应用非常广泛 我内心里暗暗的对它产生了好感 这是我们第一次能有机会讲那么多话 虽然算不上什么从诗词歌赋聊到人生的哲理 但总算能让我们更加了解彼此 快乐的时光总是短暂的 而一同散步聊天真的起了微妙的化学反应 我想和你一起散步 散步培养感情 想看更多更新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要祝福你有美好的一天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